那彭博就写了一大篇 说这个套利到底有多少呢 他说大概会有数兆美元 不但全球的交易者越越欲试 而且连日本政府都在套利 日本政府自己在套利 自己在赚这个差价 然后瑞银的分析室就说 日元的融资套利大规模平仓 目前大概只有50% 所以他预估未来几天 会有更多的部位出笼 这会怎么办呢 其他资产会面临重大的震撼 什么样的重大震撼呢 还有日本财务省终于任了 在4月29号那天 他说进行了日本史上 最大规模的干预汇率 总共是5兆9185亿日元 首度证实 这是日本史上最大的平稳 汇率平稳日元的一个行动 所以委员怎么看 接下来所谓的重大的震撼会是什么 还有日元的升息有变化吗 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 如果说因为纯粹因为金融 什么套利交易 杠杆交易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融资融建 等等的金融交易 它对市场的影响都是短线的 只有基本面 像英特尔一公布财报 赔了70亿美元 你这什么套利交易也救不了 只是打压它而已 那日币为什么波动 当它跌破160元的时候 我怎么那么斗胆 大胆说不会啦 会马上回头啦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日本中央银行和日本政府 看的是长线 它很清楚的 如果日元跌破160的话 它的进口商会哗哗叫 如果涨破140的话 它的出口商会哗哗叫 那你要听那些银行炒作的人呢 还是要听这些进出口商 进出口商是经济的根本 GDP的根本也是安田文雄 这个位置是否坐得准的 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破了160 他会想办法把它拉回来 拉回来就是卖美元买日元嘛 那如果是上了这个140 那很简单啊 倒过来操作啊 就卖日元买美元嘛 两头操作 那日本政府会不会做套利交易啊 套利交易其实还有一个 比较专有名字叫Hedgen 哪一个央行不干这个事 台湾的央行整天在干这个事 所以这个市场上 这个是你说它既是 稳定市场的一种交易 它也是加速市场不稳定的一个交易 有利为什么不套呢 非逃不可啊 你这样讲我都没话讲 有一次我现在跟你讲 彭湾退休 那时候我是财委会招委 他是央行总裁 他偷偷摸摸跑来跟他讲 哎呀我们昨天做了一笔 这个日元跟美元的套利交易 我们赚了很多 我们竟然已经达标了 他很开心了 老先生很开心 帮国家赚钱嘛 对啊对啊 哪个银行不做 而且不一定是中央银行做 公股银行也可以你在做啊 对 那你不能把说什么 公股银行通通归为政府的 为什么 行政院长不一定知道啊 对啊 还有财政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啊 那就是底下的 就像你讲的 刚好看到那个 价位刚好在那边 适合出手就出手了 那这个当然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那说日元的融资套利 就借钱来套利的 大概还有百分之五十 我也没有平仓 就是没有把钱还回去 怎么一定要还回去呢 对啊 所以一定要还到什么百分之百吗 不用吧 不是啊 看每一个的状况不一样 因为你下单的价位不同嘛 每一个预期的 想要承担的风险跟利 有人说 赚个一成半我就很开心了 那我说我一成半就一四五百分之百 很开心 我就想要走了 还没有说不行 我一定要赚到三十百分之百 我才走 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你怎么去解释呢 那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每个央行 这个讲话都非常的谨慎 也很少讲话 所以你觉得呢 在这个动荡的时刻 这个日盈的副总裁 出来讲这个话 也立刻造成了影响 为什么呢 当然他只是说了 承诺在市场不稳定的时候 不会升息 此言一出 因为升息就是拉台日元的一个动作 对 他这两天因为金融操作人 参与人太多 他over shooting 已经涨破了150块 那140了嘛 他当然不需要破140 降一下温 因为140 出口商找你算账 160进口商找你算账 货由不及 他在目前 他一定在这两个区块里面摆档 对不对 像我昨天叫大家进去买台积电 意思是什么 就台积会在八百一千这么摆档嘛 当然有人说一千五 好吧好吧一千五你就给放工了 这个就是一个国际经济在运作的一个基本循环 台币还不是一样 你说我们的央行还是想要维持在32块在那幅动来 32块33块在那幅动来幅动去 那人民币是一样啊 他也在七点一七点 都会有个区间在了 他们都希望说 每天交易是有个波动 这是好事 但是不希望在哪个范围以外 这个是每个央行 为什么 因为央行有道德经济学家啦 他就说 哎 这个老蔡 你帮我算一算哦 这个进出口报价多少 我这个人民币汇率到什么程度 我的进口报价出口报价受到什么影响 都会这样去问啊 日币也是这样子啊 每个国家都有一票人啊 你如果央行没有我才觉得奇怪 你不是开餐厅了怎么没有厨师 这个大家会去解释这个东西 美国银行也有啊 这两天讨论很多的所谓的Sams rule 绍姆法则 就是联邦准备银行里面的一个经济学家 叫Claudia Sam 就算出来的 有一堆经济学家 这整天就是根据模型 算东算西 那 你说 美国联组内没有在盘算这个利息吗 没有在盘算美元跟其他人的 的汇价关系吗 哎呀 这些人哦 怎么讲 就是涨贵的嘛 就涨的那个贵不放 对不对 生骂国家的经济出问题嘛 那你 内田真一这一位日云的副总裁 他已经告诉你了 就说 市场不稳定 不会升息 就说 你如果冲破140 你叫我什么升息 升息不长得更凶嘛 对不对 但这不意味着说 接下来升息就会有变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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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他人会有个家伙 超过140我就干扰干涉 超过160我也干涉 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嘛 对 不过当然有时候你要知道 市场的那些交易所 比较保险公司的啦 银行的啦 进出口商啊 财务长啊 有时候很喜欢跟央行对坐 然后 偶尔 占了一点央行便宜啊 他就开开心心了啊 今天可以吃大餐了 这种事常常有 所以哦 不必去特别去意外 而且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短线交易 这个作为一个决策者 央行 比较容易去判断出说 大概目前的水温在哪里 某水温在哪里 当然有些人讲说 我就把它定个标准 大家照这个标准就好了 这反而看不出来 目前哪个头顺短缺 因为你台币也要关心人民币 也要关心日元 也要关心美元 也要关心港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每个都有交易啊 就这么简单啊 对 那你所以就不能是 维持一个死硬的态度啊 都是联动的 所以为什么 以前哦 日元把它定得很死 犯的很窄 像现在很清楚啊 他就是140跟160中间 让你去破洞嘛 可是人民币不是啊 人民币是定在7.0 跟7.4中间 让你破洞啊 幅度很小啊 所以每个国家状况不一样 因为目前大陆上 希望更稳定一点 就会把这个差距缩小 那日幣觉得 我要探路啊 我不晓得 这个接下来 今年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我让你破洞幅度大一点 然后看样子 差不多在哪里 我再来缩小 那台湾也是一样啊 对 都一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客户全家人 专属你的 KS Blue Your Care 我选择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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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存在 又来 这次 我倒进去 下集到 我下集到